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也挺诧异 就是说他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 现在的事情是公安已经发了告示了 就是说这个小保姆自己承认了 就是他这个纵火 可能偷了主任家 今天新闻出来了已经逼捕了 对 就是他自己纵火 那马先生据您得到消息 您就是这保姆为什么自己纵火 那他出于什么原因 我们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他现在从表象上看 那可能还是因为谋财 谋财以后灭迹 这种事历史上很多 他还是想 我觉得还是想趁乱吧 就是制造一个混乱 对对对 他是偷了表嘛 对 偷了手表 偷了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个林先生在我们这个采访里 他现在他都不相信 他不相信 他不认为 但是我们问他 那你认为是谁 他也语焉不详 他只是说 他说我想当面问问他 所以你可以听听我们对他的这个采访录音 他讲的呢可能有点乱 但基本上有两个意思 我可以说明一下 就第一他就讲啊 他不太相信这个保姆干这个事 就是 当然他不相信 可能是一种情绪 就是他觉得他对着保姆特别好 他很难相信 第二点呢 就是他好像把这个控诉的方向啊 还是指向这个物业 包括这个消防 等等这一系列的方面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再聊聊 外界对于你们家的和保姆的这个关系 有各种的猜测 我们想听一下 您是怎么来表述这件事情的 我们跟他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因为他呢 是我上海的一个中介 我老婆去找来呢 中介素质比较高一点嘛 就是阿姨嘛 然后以前请的确实也还可以 这个阿姨呢 平时他会开车嘛 因为我们小孩多三个 我平常工作嘛 没时间 只有他也会帮忙接送啊 帮忙 比如说服输在医院啊 他这方面都还可以 他的性格也还行 就是平时相处的时候 也不怎么爱说话 然后做完事情嘛 就到房间去 兴趣的嘛 平时 平时是这样子呢 然后一直以来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口角 没有毛根也没有 怎么也没有 包括当时我们丢了一块手 我老婆丢了一块手表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是小孩子能丢掉 都没有怀疑是他拿的 丢了就丢了 后来我们就没干一回事 过了一段时间 他说家里盖房子要借钱 然后我们当时 他想了一下嘛 还喜欢在家里做嘛 然后就把钱借了 偶尔我老婆也会买一书给他儿子啊 然后过年我们去年年底 我也给他一些衣服给他儿子 送给他儿子啊 这样子 因为当时这东西 我们都认为是丢掉的呀 我们认为丢掉 我们认为丢掉 他根本就没有 就没有这个 没有对他怀疑 有什么好 好那个当心的呢 对不对 然后呢 钱还是他表丢 后我们又借给他 如果说现在你能见到他 就想跟他说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是不是你 因为现在这些我的故名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物业就是导轮 导轮在修改他们的消防霜 包括一些每个月要检查的 这个消防有日期登记 每个月要检查了嘛 他在创改这些信息 当时起火的时候 警报系统没有响 所以说不知道上面着火 那相反的就是 监警又过来时间是非常及时的 这点 但是过夜人拦住了 说里面没有人 这是豪宅 算是中国的有钱人 出这个事 李京你有什么消息 我们同事在 在那 然后那天我们在这个同事的群里 也还议论了 虽然他那个 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同事去到 那个现场给我们那个工作圈里 发了一些现场的照片 都半夜12点了 我们那个群里 可能大家七嘴八舌 七嘴八舌 还讨论了 有多少事 就是觉得 当然这个保姆是一条线了 还有一个就是 就觉得挺可惜的 就是怎么烧了那么长时间 人没救出来 我觉得这是大家最直觉的一个 一个疑问吧 因为他说是 好像是说 4点钟还是5点钟 就是就开始报警 后来到7点多钟 现在这个消息啊 满天飞 你比如说消防部门说的 就是说我们5点07分 接到报警 然后我们怎么怎么就了 但是呢 当这现在住在楼那的业主呢 就有人说 有人说是4点半就听见动静 有人说4点50 听见有人砸玻璃 等等很多揣测啊 还有人说这个这个什么警铃 有没有响 当然现在这个物业 赶快就是说 我们都都干嘛了 但是呢 似乎这个小区的业主啊 集体不满 而且我觉得这种不满 有一种什么呢 有种就是说推人挤挤啊 觉得人人自危 就说我们这个几千万买的这豪宅 这真着了火 消防馆子是不是接上水 能接上水啊 好像都有这种担心 现在我觉得这事是两个层面探讨啊 今天因为话题比较重 所以必须得说得很清楚 第一个层面是保姆的犯罪问题 因为今天的新闻 保姆已经正式批捕 批捕的前提是立案侦查 这个公安人员一定是已经有证据了 要不然不能批捕他 他自己也招了 招了 咱们现在具体的原因背景不清楚 我们可以推测他是 如果他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没有刻骨的仇恨 那么他就是谋财害命 谋财害命呢 这我可以猜想一下啊 根据规律 就是他拿的东西比业主本身知道的 要多的多的多 因为他不知道他手表丢了 他还那么大意 他肯定是一个很粗心的人 我知道很多保姆拿的东西 最后破案以后 咱应该可以说嘛 这个李静 黄小茂那个保姆偷完东西 李静跟我说 都看着那东西都傻了 说我们家这东西怎么都挪到他们家去了 没错 我也是听他说 你说那个事儿 员起于什么 女表什么都不见了 连你缘起于什么呢 可能丢了个戒指 还是丢了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怀疑到他了 怀疑到他 他不承认 不承认 最后说报警公安来吧 结果公安这一问呢 东西多多了 好家伙 办屋子 最后他说他偷了这个东西啊 给了谁呢 给了那个谈谈朋友 后来呢 这小茂跟我说呢 说我是找着一看 就好几件皮夹棍穿在身上 我说你们家东西也太多了吧 丢了都不知道 不是 对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层面 是他保姆犯罪问题 第二层面是物业问题 物业呢 因为他这个物业呢 他跟公共空间是不一样的 他家里不能有喷林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 他不是公共空间的消防要求 公共空间要消防要求非常高 如果在公共空间这么大火 那肯定要追责的 他这里报警 我还是比较相信 这个消防机关的 他那些都是有确切的记录的 谁来几分来几天几分报警 干什么 都有录音 他现在很容易掉出来 他的整个过程 他们都是有严格制度的 这也我也愿意相信 就是消防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能做多少 他这个楼比较怪是吧 这楼猛一看不太像那个宿舍楼 有点像这个豪宅啊 豪宅 咱那豪宅也是那住宅楼的样子 他这有点像一大玻璃板 有点特像一办公大楼 就是外观上看 那么这个问题呢 现在是消防 就是纵火跟着火之间有很多不同 因为我不知道他纵火 他是不是一个 就是就很恶毒的纵火 如果他一开始就想 做一个做到绝处 他可能多处火点就起来 所以他迅速就会吞没 如果他是那种想 比如放放烟 自己在冲个英雄救火 是那可能是火势 是一开始可能是比较小 他就蔓延起来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我们都没法去去揣测 不知道吗 但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个后果直接就是四条人命 而且是很幸福的一家子 那么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公安机关最终 把这个案情的基本脉络破案以后 我们才能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达 你们记者去现场那 就有没有感触特别深的点 他现在就是说 包括业主 就是对物业意见特别大 因为有很多的细节 当然这些细节 像马老师说 我们现在没有澄清之前 你现在也只能是说 我们的一些猜测 比如说他那个窗户 说只能向外开多少公分 六七厘米 他正是因为是玻璃幕墙 所以开窗是推窗 只能推开这一点 然后现在 但是因为他那个业主 也比较有名了 是绿城 所以现在也在 公关能力也很强 然后也在做一些工作 所以现在 那个同事说 什么业主又马上又召开 一个不对外的一个大会 这个外面的这些采访人员 都不让进 然后那个保安也很强势 都把这些 没有拿不出身份证明 不是证明在这个小区居住的人 都要往外赶 所以现在等于是 这个业主和这个 物业之间的矛盾 很激烈 因为保姆 我也能理解 就是说 那个保姆 已经抓进去了 你说这个家属 他也没有办法 把这些情绪 弄到保姆身上 他只能 而且我自己 当然也许是富人之人 我就觉得 这保姆 我就觉得他的本意 也不一定是就想 真的是说害命 他可能就是想烧一下 弄得很乱 东西丢了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也许 大家来揪火 一踩一弄一乱 谁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 我倒觉得他还没有坏的 我真的想把那些人烧死 所以马上有一种言论 就是说 他没有你想那么饿 但是他绝对是那么蠢 他对的后果 我觉得他没有预料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刑法上 对纵火和投毒这种 不确切的伤害对象 的案子判得比较重 就是他是 故意伤害罪 他往往是人和人之间 很明确的 你比如有人跟他有丝绸 他要去报复他 那么他是很明确的 但是投毒放火的 他会殃及很大 你像他这个 就是把这一家四口烧掉了 如果再蔓延 他可能楼里很 更多的人都会去跟着 所以我们国家对这个纵火 从刑法角度判的都比较重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呢就是有些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呢 为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到点隔靴搔痒呢 因为呢 他把我们当成个多严肃的新闻评论 所以我必须彻底 我必须为什么我反不说我们是个聊天节目 这个聊天啊 有时候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多么权威的这个新闻评论 聊天很主要是联想 所以呢我就说我联想的也跟这事没有半点关系 但是恰好有一些相关点 我见着马爷我想到了 马爷您知道故宫的建福宫大火 您知道我为什么想起这件事有意思吗 今天是6月28号 我查了一下 刚好94周年 1923年的6月26号晚上9点火起的 一直烧到6月27号就相当于昨天的 烧了一夜 然后很多宝贝不见了 建福宫呢 当时是故宫藏的珍宝最多的地儿 也是呢 就是说最后溥仪的回忆录里边 就是太监偷东西 这事马爷最清楚 太监偷东西 最后说下旨要查的时候 放了这么一把火 一场莫名的大火 我也联想到这个事 后来就是说 当时是意大利大使馆的这个消防队 来 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说业主跟物业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做一个保守的估计 在我们现在各个小区里 普遍都不太好 咱也不说比例了 因为没有调查 咱也没有发言权 但是确实很多这个物业跟业主之间都有各种摩擦 大部分都认为物业服务不到位 为什么物业服务不到位呢 是因为我们呃大部分小区的人员构成都是参差不齐的 有有有这个财富吞刺不齐的有特有钱的就比比比比比比比较困难的 你你别看豪宅里豪宅里有住的不是特富裕的人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非常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这房子不是他买的是人送的的明白吗 就是他不是像那种有钱人说我愿意多支付物业费提高物业的水准 有的人你在哪个物业小区里提高一块钱你试试没有人同意 他都让你低线走就最便宜那个人就最不赚的内人不赚 听说我住在小区他叫一半交物业费一半不交 对对对永远 你填上暖气费不交的这暖气都在停的 对所以他这个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每个人对物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现在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个问题就是物业跟这个业主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总体不是太好 那么这他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个就是责任排他问题 你比如物业谁给他权利能够破门而入 在什么情况下他有权破门而入 我们不要去说一个物业 我们说我们自己路边躺着一个人谁敢上去抢救他 这就跟上次说那个碾压两次的那个事情一样啊 很多坡路人现在熟食无赌 现在我们的社会这些年已经被培养成一个习惯思维 就所有人先先躲出去 这个事不到我没有权利啊 你比如说我先免责 我看到我们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就当我面就就就就就一下心脏骤停 后来我问专业医生 我说有没有可能回天 他说唯一一个可能就是你用这个地方轮圆了重击他的心脏 他有可能重新跳动 因为当时也没有心脏起搏剂 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想了半天 我说除非他是我爸 那任何一个人我也不能去 我没有这个权利嘛 所以这时候你你如果就算你有这个知识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你没你不是一个急救医生 你就不敢去做任何可能的事情 但是您您要这么说 这个情急之下 你像那天我们也讲了 你能打他门吗 你多情急 你在什么情况下能破门而入啊 我要知道 如果是里面有四个人 对 我要知道那里头有人呢 我会破门而入的 我甭管的 问题是你从哪获取信息 他里头有人呢 对问题现在得到的信息 当然都是未经证实的 当时怎么好像说 还有人是不知道是物业啊 还是来救火的呀 就是说里头是空屋 里头没人 是他这个女的 死了的这个女的 他二哥 当时他从他爬到另一个管 开始不让他进去 他爬到另一个地方 爬到那儿 他说要破门 他就据他投诉 就当时怎么有人拦着 说里边是空屋 对 因为那个保姆下去的时候 因为保姆不是 不已经先跑下去了 保姆逃生了 对对 然后这个 我也看那个 那个同事采访的文章 这个二哥就着急说 里面有人 这个物业说要层层请示 就像马爷说的 谁呢 有权利去定下来 把这个门打开 而且物业 晚上值班那些人 往往都是层次比较低的 就是工作人员 比较早 是大家还都没有 没有上班呢 我这么理解啊 对 他肯定上班是有人上班 就是没有能决策的人 对对对 决策的人 我跟你说白了 他不看见烟的情况下 他不敢破门 因为你破门 假设破错了 那你那个赔偿就一堆的 就责任很大 现在都是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社会 就是大家没有过去善意的免责 你比如说过去的医生 现在医生啊 就是跟你谈的所有的 现在医生动手术之前 把家属叫来要谈 各种都是免责 过去谁跟你谈过这个 没错 而且大家都认为你是善意的救助 就是你救死扶伤 如果你不行了以后 那么大家也觉得都是不行了 现在你就人一旦不行了 那就是亲属就翻脸 一翻脸就变得非常麻烦 那大家就亲自 所以您这个就一直说到 上次我们讲的 就是这个过马路 不是那辆汽车碾压那个人吗 当时也是说 从一方面来讲 你觉得好像是丧尽天良 这些人怎么这么冷漠 对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就是马爷刚才讲的一句话 就有没有一种现代人呢 就是免责敌意的这么一种 对 你的是善意的 是吧 比如说到后来有人说了 就你能理解 你不能碰他 但是你能不能拦着周围的车呢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拦着周围的车呢 也不会有你什么责任 你哪怕去拦着一个车 你别让你车再压着他 你这你能不能干呢 可以 但是呢 如果没有现在的这种摄像能够证明你 那你拦车 有人就怀疑你的意图 就是你怎么样 你把它碰了 那我就在马路上扶过人呢 扶过人马上就就陷入一种困境啊 你现在困境 没有人能帮你来证明不是你做的这件事啊 你现在是因为有有这个录像 我现在真是觉得谢谢这录像 录像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录像你上去帮着挡车干什么 人家属来了说 你怎么弄好心帮他挡车啊 但是我这个我真是不能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如果一个理性的判断 就是首先你这个你去帮他挡车 是首先是不会有责任的 第二呢那会儿的是一个人命在那 就必须再去挡 所以我我真是也有同事去做呢 我就他说回来那个路口还是那样的 他们从那个从那个是筑马店吗 是从那个地方回来 他说还是乱糟糟的一团 他说但是他就说这个有意思是什么 就是没有人觉得你站在一个斑马线上 你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所谓的像咱们理解 我有一个豁免 豁免权我有一个路权 我站在这是大城市的观念 就是我站在斑马线 我有路权你得让我 在当地人就你开了开什么玩笑 谁认这个事 他们都觉得这个女的有点你不赶紧走 你还站在那 他说当地人是这么一个反流 大部分人呢也不能推测到这个人最后躺在地上的时候会有一个车压的 大家都说你看得见你不就躲开吗 因为开车的时候有各种盲区吗 就没有看见才造成二次碾压吗 我们现在说的 其实就咱们讨论半天 我老觉得是一个很偏的事 我想说这件事一个很重要的哈 就是我们保姆的这个社会机制 我现在希望通过这样重大的一个事情建立国家的一个保姆的诚信机制 因为这个保姆从目前已获得的一些信息 他前面有不良记录 比如赌博什么 欠债等等 那我认为呢 只有国家能做这件事 比如有一个保姆网 是吧 由复联牵头 这个是完全公信的 每个保姆的工作之前必须在保姆网登记 登记以后呢 他的每一个的业主将会给他一个评论 比如你在我这工作三年 我对你的评论是什么 如果 而且这个评论是不能胡写的 是要经过网上审查的 你不能对人人身攻击 如果发现有各种劣迹 那么这个保姆就基本就断了生涯了 他就干不了这事 今天是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保姆拿东西是一个 不能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是一个多发现象 这个多发现象 大的就是就拿这种贵东的 我的朋友里被拿得非常厉害 还有小的那个拿葱姜蒜 我们家那保姆拿葱姜蒜 拿花生米 你说吧 我老婆说他偷这东西怎么办呢 我说他就小玩意拿就拿 我跟他说 就说这东西都没关系 我本来也吃不了 你要吃你要拿 拿什么都没有问题 你跟我说一声 是不是要不然你弄得 就是我们都心里别扭吗 那么在这种整个的社会保姆系统 现在没有这么个系统 而且我认为如果有个公信力的保姆网 这保姆网肯定还是赚钱的 所以你看李梅琴老师还跟我们有两条意见 说第一关于保姆的事情 不要打击面太大 造成大部分家庭的恐慌矛盾 毕竟是个别案例 个案 第二你看李老师讲 不是你心地善良 就能换来别人的善意的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有时候就容易说 你们一说这保姆问题 有人就会说 你们站在有钱人那个立场 站在雇主那个立场说话 好像感觉保姆是贫穷阶级 你们不同情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说假话 因为我们家有病人用过护工 我都有亲身经验 我在香港也请过飞用 对吧 在北京也请过阿姨 我只讲我个人还是个案 大部分保姆都是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内地大陆的保姆 我经历的普遍不如香港的飞用 因为香港的飞用是非常专业的 比如说不能透露客户的隐私 这是法律保护的 对吗 当然另外雇主 你都为香港费用要买医疗保险的 他回家给他有交通费等等 最低生活保障 这个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感觉 但是在内地 真的有的时候保姆 你说有几个是签和约的 我都不太清楚 不是签和约 我谈过一集 我在我都督里谈过一集保姆 后来说了很多现象 有人马上跟我说 各种你都没说到 我说有什么没说到 他说我们家的保姆不辞而别 你说对儿子伤害多大 他跟他儿子老着睡觉的 他突然不辞而别 那孩子一个礼拜缓不过来 所以家长就愤怒 说我也没有对你什么不好 你什么就没有钳制作用 所以飞用是有钳制的 飞用并不贵 就算你给他买社会保险 你给他买机票 他也比我们现在的保姆还是便宜的 我们现在保姆是在社会不算底层 咱们说清楚 今天大城市的保姆在社会算中层 偏上的收入 这保姆收入7500 很多人都包吃包住 你看 你的一万块钱 对不对 您记得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个都是你说什么菲律宾 什么飞用 我觉得这都属于有一个职业标准了 咱们先就说这个底线 你还记得有一年是广东 还是一个地方 一个特别恶劣的就是这个人是专门去照顾老人的 然后他到人一家就给那老人给毒死了 你记不记那个事情 对啊 你说 你看那个人的那个也是一个中年妇女吧 你说他有多 你看他像也算不上是一个多凶恶的这样 就是他愚蠢 我就觉得你说 你不能说愚蠢 他不是愚蠢 他就是内心 这个 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人的这种痛苦 他没有感受 我觉得他感知 是不是这个没有启蒙 我都觉得他怎么连一个正常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情感他都没有体会到 就像这个包姆 你难道你不想到 你人家对你这么好 你带这个三个孩子也带这么多年了 你造成的后果 你自己没有一个预判吗 我看那个新闻 后来那个包姆被判死刑了 对 动机很简单 我就是到你家 我把这个老人给害死 我十天就可以赚一个月的钱 他就是这么点诉求 然后拿了钱再上别人家 十天又害一个 他就是这么点 所以就是说 我就是说有时候你说这个阶级 其实你还有一个阶级矛盾和职业道德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是你做任何一个职业的人 我就觉得就是我用过的一些 他没有经过最基本的职业的培训 有些善良也是天然的善良 我用过一个小包姆 哎呀 直到这个现在还经常写信来 过年寄东西 那是就是 他在他们村里也是好人 好孩子是好人 但是我也见过 我们家请那个护工 那就整天呢 就琢磨你 琢磨你 整天跟我爸 怎么能从你身上弄点钱 就说没在的时候 他给你干点活 就说老师这个儿子来看呢 儿媳妇呢 这个儿子来看 那个儿子不来看 你觉得他就会翻你们家的事 找事 你说这个 你遇到一个好保姆 就说运气好 有时候真是碰运气 你说人有好坏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职业培训 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保姆是一个没人管的市场 这就把话说出来了 好 谢谢大家